小白花故意让竹马听见心声 竹马对我表白时 他乖巧祝福 内心却说 其实支支烂交还得过妇科病 还是别告诉英州哥哥了 可他不知道 我重生了 这次我也能听见 零妖 我总分没你高 我输了顾迎之 请你和我交往 竹马沈英州在教室最后一排拦住我 黑眸沉着笑意 我重生在了高三 沈英州表白的这天 体育课教室里空空荡荡 全班只有临面请假 他留下擦黑板 宽大的校服外套围在腰上 吸腰勒得很紧 上衣却很宽松 抬手时 领口滑落到肩膀 白色内衣的袋子 露在外面也浑然不知 像个偷穿男友衣服的小迷糊 他 就是前世一把火烧死我的凶手 发现我在走神 沈英州皱眉道 顾迎之你答应吗 难道你喜欢别人 我还未开口 黑板擦蓬的滑落到地上 临面吓出了一声短促尖叫 下一秒 我和沈英州都愣住了 临面嘴巴没动 清甜软糯的声音却飘入耳中 听见 只是这次我也听见了 临二 芝芝 英州 你们好配啊 祝福你们 临面笑眼弯弯 捏紧黑板擦 假装自己很忙的样子 说完立刻转身擦起了黑板 可他的心声却不断响起 总看见芝芝和有钱的男孩子去酒店 他还给过那种病 算了 我千万不能把这些话告诉英州哥哥 其实英州哥哥 值得更好的 临面的茶香肆意我早有领教 我低笑几声 还未开口 沈英州突然牵起我的手 一步步朝讲台走去 教室有前后两个门 他故意从前门离开 冷冷甩下一句话给临面 我当然喜欢顾赢之 不喜欢他 难道喜欢你这种贱货 03 沈英州这样维护我 难道他也重生了 不 他一开始确实很讨厌临面 前世临面突然找我做好姐妹 沈英州却见他一次骂一次 厌恶至极 那时我还不懂 处处维护临面 后来三本水平的临面成绩突飞猛进 和我们一起读了985 偶遇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沈英州朋友圈 渐渐出现他的身影 我以为沈英州是真心接纳 临面这位朋友 怎料临面约我单独见面 故意纵火后 沈英州只从火场救了他一个人 大伙滚过我烧焦的皮肉时 他抱着临面转身离开 骂我自作自受 骂我死了活该 最后一刻 我终于听见了临面的心声 芝芝为什么要烧死我 我死掉没关系 芝芝活着就好 他出示临面哥哥会伤心的 原来临面都是这样胡说八道的 原来沈英州早已被临面的心声攻略了 曾经有多讨厌他的心声 后来就有多信任他 疼惜他爱护他 呀 绵绵你怎么哭了 教室里传来另个女生的声音 沈英州觉得过躁 皱眉牵着我快不离去 我淡淡一笑 停在原地 怎么 没怎么 我们不是打赌水一模分数更高 就可以让对方做一件事吗 我改主意了 我想让你对临面表白 你们更般配一些 零四 刹那间 沈英州七黑谋底翻涌出震惊和不解 他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喜欢的明明是我 可他现在没犯错 不代表未来也不犯错 宽容大度 引人向善是老师的事 我重生的目的只有一个 复仇 我揪着沈英州的衣领走回教室 将他狠狠推向临面 听说沈大学霸要向临面表白 暗恋他很久了哦 临面错愕抬眸 破碎的肋珠挂在脸颊上 鼻尖红红的惹人疼惜 沈英州脸色阴沉的可怕 质问我是不是认真的 我又推了他一次 这次 他弯下腰 快速在临面的唇瓣上亲了一头 眉心紧拧 眸光冷若寒谈 那就如你所愿 我的女朋友是临面 怎么会这样呜呜 我只把英州当哥哥 他这样做之后恨死我了 临面的心声再一次响起 带着破碎的哭腔 如他此刻的表情一样 呆滞 震惊 恐惧 可若是遮住下半张脸 那双胶软的眸子 样着水光 分明成满爱意 欣喜若狂 05 老王来了 快散了 热闹的气氛因老师的出现 瞬间降温 老师似乎看见了 他们在亲吻 几机眼刀狠狠扫过 毕生喊大家准备上课 高三专注学习 宣布一模成绩时 临面娇软的心声 又在教室响起 真羡慕之之靠作弊 能考年纪第五 我没他这样大胆 呵呵 希望他别老实发现 其实数学最后一题我也会的 是这次我太紧张了 砰 我重重拍了下桌子 吓得全班一跳 老师最后一道大题 我来讲吧 毕竟我考了满分 我随机提问啊 请临面先说一下解题思路 我觉得他会的 刹那间 临面整张脸褪去血色 06 最后一题 再差也要把白给的第一问写出来 抄提干就能得到答案 可谁知 临面站起身 支支吾吾 连提干都不认识 班里三十多双幸灾乐祸的眼睛 齐刷刷落在临面身上 他急得紧咬住下唇 眼尾渐泛起红意 这时 他的心声响起 求求之之 别针对我了 打满分的人都会被质疑作弊 那么我的解题步骤 比标准答案更简单 谁抄谁的呀 临面突然抖了一下 不敢置信地望向我 这时老师开口了 第一问 课代表沈英洲来帮临面回答一下 众人的目光又落在沈英洲身上 等着看他怎么英雄救美 沈英洲目光淡淡的 清俊的脸上写满了冷漠疏离 我凭什么帮临面啊 自己答不上来就站着挨法呗 等谁呢 第一问都不会做的 就是纯脑谈 脸真大 还敢说顾盈之作弊 不会以为顾盈之在针对他吧 话音落下 临面仓促地低下头 鼻腔发酸 瞬间红了眼睛 零七 沈英洲坐下吧 没有人说顾盈之作弊 大家都知道 他是堂堂正正考了满分 老师倒想借此提醒某些女生 一模才考多少分 就有心思谈恋爱呀 你要是像顾盈之一样 我不管你 可你连个函数都不认识 如果现在不想学 我劝你早点回家 嫁人生孩子去 别祸害其他好苗子 临面 今天把所有基础知识 超一百遍 超不完放学别走 教室的低气压令人窒息 连翻卷子的声音都没有 临面小心翼翼吸了下鼻子 眼泪再止不住滚落下来 他被所有人静静围观着 整张脸憋得通红 自尊被狠狠踩在地上践踏之后 除了哭什么都不会 求求吱吱放过我吧 我没惹他呀 我这样的垃圾 怎么配得上英洲哥哥 我和沈英洲相继被恶心的浑身一颤 恰巧下课零响 沈英洲起身欲离开教室 我再次拍了拍桌子 老师 谈恋爱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错的只有女生吗 男的怎么又没没隐身了 要罚应该一起罚 临面抄写 沈英洲也得罚 谁也别想跑 08 拜我所赐 沈英洲与临面交往的消息 传到了教导主任耳朵里 当晚双方家长见面 彼此都很和气 只不过 临面是一个人哭着跑回家的 不久后 他父母双双离职 有人说当时是沈英洲主动稳过来 临面毫不知情 他是受害者 班主任冷哼一声 敲了敲那女生的脑壳 你们17岁看不懂 我37岁还看不懂 临面两眼放光 恨不得抱住沈英洲肯 喜欢是会从眼睛里流露出来的 你长大了多学着点 他可不冤 09 整个周末 沈英洲都想找我谈谈 怎料我把他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 我们确实自小一起长大 他是我最信任的人 可现在不是了 哟 临面怎么穿沈英洲的校服啊 看来真的在交往 周一进班时 女生们将临面围在中间开玩笑 对他身上那件过于宽大的校服外套 很感兴趣 临面低着头 小声说生理期来了 借男朋友的衣服挡一下 说着 他小心翼翼拉我的袖子 芝芝你不会生气吧 其实 你比我优秀太多了 我快速走到座位 头也没抬对他说 别站在风口朝我说话 你那臭味熏到我了 周围的笑声戛然而止 临面一瞬间脸色爆红 好在这时沈英洲从身后走来 故意抬起手臂搭在了临面肩膀上 某人不会吃醋了吧 不是急了吧 这不是他想看到的吗 临面娇娇的靠近沈英洲怀里 乖巧又懂事 目光若有肆无向我投来挑衅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很开心得意 只是 他的心声在对沈英洲拼命解释 求求你们俩快点和好吧 芝芝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不想再演戏伤害他了 十 他的单纯天真 只通过心声透露给沈英洲一个人 让沈英洲无比信任 上课灵响了 临面急忙从包里拿出小蛋糕和奶昔 塞给沈英洲 甜甜的说是女友爱心早餐 沈英洲愣了一下 见我还在看 他很高调的揉了揉临面发顶 把东西放进了自己书桌里 这样一定会让芝芝吃醋的 他心里很在乎临洲哥哥的 对不起芝芝 其实我们在演戏呀 临面的心声响起 随即又凑到我耳边 讲了几句悄悄话 满脸单纯无辜 虽然你和沈英洲青梅竹马 可我们交往了 就在周末哦 太强势的女生就像钉子虎 到老了也没男人敢要吧 嘻嘻 她的心声大大方方说给沈英洲 她的恶意不加掩饰指向我 简直像一个神经分裂 可这次我不会认她做妖了 老师提问时 我故意装作没吃早饭头晕 惹得沈英洲坐立不安 等到下课 桌上立刻多了几块熟悉的小蛋糕 沈英洲还专门扔掉了 让我过敏的芒果馅 你还说不生气你连早饭都不吃 饿死你算了 我懒懒抬眸 把蛋糕一个一个扔进垃圾桶 垃圾货看着就难吃 沈英洲没生气 倒是林棉急的站了起来 两只手紧紧攥着课本 用力道骨节范白 她轻声说 那是我做了一个早上的蛋糕 给男朋友的 沈英洲在手机里重新下单早饭 随手掏出500块钱塞进林棉怀里 按小事工技费多的不用找了 顾应知你爱吃的叉烧包没了 换流沙包行吗 从始至终 沈英洲都没正眼瞧过林棉 林棉的脸上渐渐褪去血色 十 此刻沈英洲心里在湖水一目了然 那钱仿佛在羞辱她 让她的底气和自信荡然无存 她颤声解释 我不是为了钱 那你为了什么 你不会真以为我们在交 沈英洲的话说到一半想起我还在听着 会气得咬了咬后曹牙把后半句咽下去 转头离开了 林棉红着眼眶瞪我 心底埋藏的恨意风涨 快要淹没了毛子里的亮光 可我怕她吗 我笑着揉了柔林棉的发顶 在她耳边轻声道 你和她交往了又怎么样呢 狗绳在我手里牵着 沈英洲这条狗 我想训就能训 十一 大课间跑步时 闺蜜在身边疯狂劝我 你差不多得了 别人不懂 我可看得出来 沈英洲是为了演戏气你 别真让林棉把她抢走 我笑着反问她 沈英洲是绝世珍宝 还是皇位继承人 没了她我不能活吗 闺蜜突然不说话了 视野里突然出现一双粉色运动鞋 抬头望去 林棉想找我单独谈谈 我随她走到一处僻静的楼梯间 她阴森森地瞪了我一眼 身子突然直挺挺地向后倒去 滚落十几级台阶摔坐在地上 血流如注 随即 她的心声响起 芝芝为什么从背后推我 没关系 如果这样伤害我 能让她开心一点 我不怪她 她是我最好的姐妹 好疼啊 我会不会死掉 几秒之后 楼梯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沈英洲推门闯入 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故迎之 又一次 她毫不犹豫 相信了林棉的心声 她狠狠将我推开 目光中填满了愤怒 有些话我不想说 但你闹脾气 也有个限度 别弯出人命啊 林棉是个脑子笨蛋 本性不坏的人 她玩手段耍心机 比不过你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十二 我变了吗 明明是她相信了林棉 她开始变心了 这还只是个开始 以后她会更过分呢 你让开 这里没监控 我不会揭发你 但你今后收连点吧 沈英洲将林棉打横抱起 可我恰好在录视频哦 先看看呗 我又不傻 前世早已见过林棉那副丑恶嘴脸 如今又想顾忌重施 可能吗 林棉的身子骤然僵住 沈英洲犹豫着望向手机屏幕 几秒之后脸色骤变 狠狠把满身是血的林棉扔在地上 啊 你这女的有病吧 明明是你自己摔的 你见不见啊 林棉两只手颤抖着钻紧栏杆 害怕地低下头 可她脸上依旧镇定自若 她解释说 其实我 闭嘴吧你 又蠢又坏的贱人 沈英洲眼中的木火 几乎能点燃周围的空气 这时我悠然问道 不过我好奇怪啊 林棉明明一句话都没说 你却认定是我欺负了她 难道你能听见她的心声 知道她的心里污蔑我 那更奇怪了 别人都听不见 就你能听见 难道有些话故意说给你听 话音落下的瞬间 林棉脸上刷得褪去血色 彻底慌了 十三 周围空气变得紧张起来 压抑而沉重 沈英洲足足愣了半分钟 牟底骤然闪烁出凶狠的光芒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呀 恶心 真的毫无恶心 林棉在这样的威压之下 不敢抬头 直到沈英洲转身那一刻 她才哽咽道 怪我吧 都是我的错 你讨厌我吧 对不起 沈英洲用力抓住我的手腕离开 步履没有一丝迟疑 可几秒之后 林棉的心声再一次响起 系统我求你了 我用十年寿命和你交换 不要再让英洲听见我的心声了 我怎么可以告诉她呢 其实这一切都是她妈妈安排的 是她妈妈比我陷害芝芝 我不照做的话 我爸妈都会被沈家折磨死的 芝芝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我爸妈又做错什么呢 都怪我好了 有什么苦难委屈 都让我一个人受得好了 十四 沈英洲的生母早逝 对后妈徐婉恨之入骨 总认为是后妈插足了父母感情 不过这件事连我都不敢确定 更是沈英洲的禁忌 这一时 林棉与徐婉 仅在请家长那天见过一面 只见一面她就敢乱猜母子关系 还把这层关系利用起来 这招虽险 可一旦赌对了 便能轻松化解眼前的危机 突然间 沈英洲松开了我 身子僵硬在原地 看着她那张震惊到茫然的脸 我知道林棉赌对了 十五 芝芝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陷害你的 体育课前班里没什么人 林棉红着眼尾走到我桌前 直接给我跪下了 见我没反应 她跪在地上又挪了几步 膝盖故意去撞生锈的桌角 轻轻子子一片 我不求你原谅我 只求你今后放过我 我想安安稳稳高考 我想读大学 按你一抹考两百多分来算 你读大学最大的阻碍不是我 我割下笔 凑近她耳边倾道 另外你和沈英洲说了什么呀 怎么她恨死你了 又突然送你去医务室 林棉捶着捶毛子 带着几分得意 焦甜道 这个恐怕不能告诉你 是我和英洲的秘密 话音刚落 沈英洲恰好回班达篮球 她见到林棉下跪顿时急了 冲上来将人拉起 语气多了几分不悦 你站起来 你傻吗 谁让你跪着啊 你有点骨气行吗 顾应知你别再针对林棉了 她也不容易 她道歉你就接受吧 十六 这个男人 真恶心啊 我从隔壁男生的书桌下面 掏出篮球 照着沈英洲脸直接砸了下去 没有半分迟疑 砸得她鼻血狂流 我让她跪 我是她爹呀 我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她有多不容易你仔细说说呀 我也和徐阿姨说说 她刚好在手机里问我林棉的事 沈英洲和林棉双双变了脸色 沈英洲抢着开口 你和那个女人什么时候家好友 你明知道她你傻呀 她肯定要挑唆你们两个女生的关系 她让你在学校报复林棉对吧 我淡淡瞥了一眼林棉 故意放慢语速道 她说林棉是个单纯的小姑娘 她给了林家五百 话没说完 林棉扑通一声 重重跪在了地上 面如死灰 她确实该跪 跪一跪她那泯灭的良心 那晚学校请家长后 徐婉担心与沈英洲再生险戏 又怕早恋毁了二人的前程 她答应给林家整整五百万 要求林棉转学去其他城市 还负担林棉整个高三的补课费 林父林母开心的第二天就辞职 看新楼盘去了 这样一番苦心 反倒成了林棉新生里的恶毒后妈 十七 该死 你膝盖不疼吗还跪 你现在好歹是我女朋友 你跪什么 是我自己想跪的 没有人逼我 林棉嘴唇泛白 身子不停地颤抖 紧紧贴着我的桌子跪下 试图用这种方式换来我一丝同情 我饶有欣慰地看着她 五百万三个字就在我舌尖打转 每当我出生 林棉的后槽牙就咬紧一些 像豆狗一样有趣 不过 现在揭穿她 岂不是太便宜了她 求求你的系统 千万不要让英洲知道 她妈妈做的这些错事啊 我不想伤害她们母子关系 阿姨不是真的讨厌芝芝吧 毕竟芝芝要做她的儿媳妇 心生想到一半 沈英洲突然重重踹了下课桌 发现怒火 顾盈之 你刚说五百什么 什么意思 算了 横竖都是那个女人在搞鬼 你们都低估了她的手段 林棉缓缓松了一口气 软着身子跌坐在地上 她抬眸看我 压青色的与睫毛一颤一颤 眸底闪烁出几分胜利者的喜悦 而下一秒 沈英洲的话让她吓得魂飞魄散 下月那个女人的生日宴 我为她准备一份大礼 林棉你也来 你受的那些委屈憋在心里 最后沈英洲与家里不花而散 而从四月开始 林棉的成绩突飞猛进 转折点一定就是这里 生日宴安排在郊区别墅 道场的多事生意伙伴和密友 林棉就显得格格不入 她穿着一件地摊货白裙子 略是淡妆 一步一驱 跟在西装笔挺的沈英洲身后 就像童话里的王子和灰姑娘 当我靠近时 听见了她的心声 我不配来这种地方 求求英洲哥哥放我走吧 我不想成为破坏生日宴的罪人 她越是这样说 沈英洲月紧紧抓住她的手 守护着她 你害怕什么 你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没人敢说你 欲擒故纵玩得可真好 当沈英洲看见我时 下意识甩开了林棉的手 脸上有一瞬间不自在 她问我 那个女人是不是很开心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徐阿姨的生日宴 她当然开心 沈英洲冷吃一声 目光浮现出阴狠 我送她一份大礼 让她更开心 一会你记住 发生任何事都别去三楼 话音刚落 有个服务生凑到沈英洲身边低声说 那女人跑了 沈英洲脸色骤变 话也来不及说 就匆匆朝外面跑去 我正疑惑 林棉的心声突然又响起 怎么办呀 英洲哥哥不让芝芝去三楼 可那里面的东西 怎么能瞒住芝芝呢 我放下酒杯 毫不犹豫朝楼梯走去 迈上第一集台阶时 才意识到不对劲 林棉正用双手捧着纸杯喝红酒 切生生抬眸看我时 眼底写满了戏血与得意 她炸我 十九 她已经怀疑我 也能听见心声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假装思考 自言自语道 奇怪 徐阿姨让我去三楼拿什么呀 说完便继续朝三楼走去 林棉顿了顿 决定跟着我 三楼是沈父与徐婉的私人空间 只有卧室大门紧闭着 走廊里空空荡荡 我却能听见林棉的心声 一句接一句的响起 系统怎么回事 是不是芝芝也听见了我的心声 求求你 我愿意再用十年寿命换芝芝 什么也听不见 不要再泄露我的秘密了 芝芝不要过去 千万不要推卧室的门 里面有危险 林棉远远躲在楼梯口偷看 心里却不断尖叫提醒我 可我明白 他那是假好心 他为了试探我到底能不能 听见他的心声 我停下了 便是承认了 所以我不能停 我要装作听不见 推开卧室大门的那一刻 林棉尖叫嘶吼的心声 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 是一声得意倾笑 呵 卧室里横七竖八 躺着几个醉酒流浪汉 齐刷刷望着我 显然已经等待多时了 当我转身要逃时 却发现卧室门 被人从外面锁住了 二时 原来沈英州准备的那份大礼 是从大街上 找几个流浪汉 在三楼父母卧室 上演多人运动 而跑掉的女主角 是一个和徐婉 长得很像的女人 林棉知道她的计划 又偷听到女人跑了 便引诱我走进三楼卧室 顺便验证下 我到底能不能听见她的心声 我推门还是不推门 都是对她有利的结果 可她永远也不会想到 重生之人的警惕性 每一刻都拉满 在我上楼前 看手机的那几秒 已经联系了保镖 二十一 沈英州是和保镖 走别墅小门 冲进卧室的 确认我毫发无损之后 她才常常舒立一口气 两只手抖得不成样子 我面无表情反问她 因为是我你 才这么紧张 如果是那个跑掉的女人呢 你喊所有人 从正门冲进来 看现场版 沈英州满不在意的 如果她知道 我决定给她多少钱 她肯定不跑 她会开心死了 就是要她们玩大点 才能恶心许晚 我从前以为 你是蠢到不变善恶 现在才明白 你本性如此啊 你差点犯法了知道吗 你就尽情做死吧 我狠狠扇了沈英州一巴掌 气得浑身发麻 转头便走 沈英州彻底怒了 大喊我走了 就永远别回来 骂我背叛她 求你们别吵了 呜呜 林绵刚刚被冲上来的保镖 撞倒在地 此刻正揉着脚踝 瑟瑟发抖撞可怜 我垂眸看了她一眼 冲上去揪着她的长发 把她从地上拎起来 按着她的头 朝墙上连撞三下 把花瓶里的水 全都浇到她身上 吓得她连救命都忘了喊 芝芝你为什么打我 我什么都没做呀 求求你饶了我吧 林绵委屈的哭声 惹得沈英州心疼 沈英州大吼着 要我别发疯 我拎起林绵音很道 沈英州的计划 你知道吧 你真的一点良心都没有 你装什么委屈可怜啊 话音刚落沈英州愣住了 林绵后知后觉意识到漏洞 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我这句话不是为了道德绑架 而是提醒沈英州 监控里林绵可是一直都在三楼呢 监控录不到她的心声 她可以随意辩解 可沈英州的计划她知道 林绵眼睁睁看着我推开卧室的门 没有提醒我 还把大门锁上了 22 许婉的生日宴如前世一般不欢而散 具体原因没有透露 只听说沈英州被家里扫地出门了 后来有小姐妹悄悄告诉我 沈英州带去的小女朋友 在她父母的卧室被五个男人那个了 许婉当场气昏过去 关键是事情被硬生生压下去了 真吓人 我明明偷看见沈英州对她女朋友拳打脚踢 亲手把她推进卧室 怎么出来时 那个女生又说自己自愿的 为了赎罪道歉 她竟然不报警 我震惊到说不出话 万万没想到 林绵最后成了这场惊喜的女主角 这一切是不是她的报应 23 高三时间宝贵 林绵的基础又差 按理说二模考不出什么好成绩 可谁知她进步了200名 晚自习放学后 她俩也会单独留下补课 林绵娇娇软软软的坐在沈英州大腿上 乖乖听她讲数学题 我背着书包走过 沈英州懒懒抬眸看了我一眼 镇定自若 这是林绵的心声响起 她和芝芝才是一对 她只是因为愧疚才这样对我 其实我早就忘了生日宴那些事 如果能帮助她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的 这话把我恶心的想吐 沈英州皱眉开口 像是故意说给我听 林绵 做题要专心 我说过你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我不希望我女朋友分数这么差 她其实很聪明 她可以考好大学 说完 她还想捏了捏林绵的大腿 以做警告 你们最好是在做题 我可不想教室 成为你们推的一环 出了这种事 不报警 还和罪魁祸首谈恋爱 甜甜蜜蜜 你俩真是癞蛤蛤配青蛙 长得丑完的话 林绵的笑容一下子降在脸上 沈英州则被我戳中痛处 拳头钻得哥哥直响 出门后 闺蜜悄悄告诉我 你看到了吧 他们一定那个过了 捏大腿可不是普通情侣会做的 故应知万幸你躲开扎蛮了呀 我粗然愣住 只因前世与我交往时 沈英州也捏过林绵的大腿 原来他们这么早就 真的毫无恶心 24 五月离校前 林绵特地找到我多说了几句 沈英州落魄了他也不好过 可脸上仍然写满了飞扬的得意 不好意思啊 把你男朋友抢走了 可是真心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你成绩再好再优秀 他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急死你了吧 真可怜 我笑着帮他整理好衣领 遮住那些吻痕 有炫耀的功夫 不如去医院给自己做好检查 免得染上脏病 你豁出一切当了那个被狗咬的小丑 殊不知在有钱人的世界里 人咬狗都不稀奇 自己慢慢体会哦 林绵起初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他拿着沈家的500万上最贵的补习班 与沈英州甜甜蜜蜜谈恋爱 考上985末流专业走向成功人生 可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傻子 任他戏弄 哪有这么多好事 暑假出分后 他发现自己怀孕了 按时间来算 肯定不是沈英州的 在一个台风肆虐的雨夜 他浑身是血从小巷中爬出 拼尽全力拦住了一辆过路车 求好新的司机救他 有人要他的命 没想到车窗降下 里面坐的人是我 25 追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如同死亡的桑中 在林棉耳边敲响 他慌到六神无主 扑通一声跪在我车前求我救他 他说沈家人要处理掉他 他不想死 那你报警吗 青天白日的还能出命案啊 我笑着喊司机开车 林棉胡乱擦立把脸上的血迹 心一横跪在地上向我碰碰磕头 为我擦鞋 什么尊严底线全都抛在了脑后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你不管我沈家人会打死我的 求你救救我呀 我给你当牛做马 我什么都听你的 在那群混混跑出小巷的下一秒 我打开车门 缓缓朝林棉伸出了手 26 你肚子里这孩子 是能把沈英州送进去吃烙饭的 况且还有五百万的事情 沈家确实不会放过你 家里再怎么吵架 那都是他亲爸 你有几分胜算 让沈英州死心塌地选择你呀 我也不是劝你 不过呢 沈英州好像能听见你的心声爱 何不利用一下 从他身上多捞点跑路 嗯 这样教你好像不太好 嘻嘻 我好心地将林棉送去医院 给他盖了一条毯子 说的话点到极止 两个月后开学 他的孩子已经没了 但似乎留下一点证据 沈英州对此毫无察觉 大义军训我和他的学院 在同一个方队 休息时他的心声再一次响起 可这次却夹杂了许多暗示 我真的不认识贺莲娜 用八元的面霜 为什么嘲笑我呢 我只是想省下钱 为英州哥哥买礼物 没关系 我过得苦一点没关系 当晚沈英州出现在宿舍楼下 手里提着林棉想要的一切化妆品 向所有人高调宣誓主权 他自己的小金库越来越少 林棉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名艳动人 不久后 沈英州把谨慎的保时捷卖了 给林棉买了辆特斯拉在学校里开 27 大一参加学生会是有学分的 沈英州得知我报名 硬是把出事都没通过的林棉给送了进去 那位部长是他的好哥们 结果可想而知 学生会我不行的 英州哥哥为什么这样做呀 我是不是抢走了芝芝的位置 我好怕 选修课收到落选消息时 林棉的心声从前排响起 沈英州笑盈盈拦住了他 带着几分阴阳怪气故意说给我听 你有什么好怕的 你比他优秀比他能力强 从生日宴之后 我和他的关系早已降至冰点 他是我为背叛者 抓住机会就让我尝尝教训 至于某些落选的人 以为到了大学还这么多人捧着他吗 真是不自量力 我沮丧地扔下手机 鼻子发酸默默低下了头 沈英州看得心情大好 下课后拿着篮球去运动场了 林棉留下替他收拾东西 带沈英州走后 林棉快速拿起手机给我转了一笔钱 多谢你帮我演戏 我需要学生会这些学分和人脉 但是用心声求沈英州帮忙太刻意 次数多了我怕漏线 我满意地收下转账 悠然笑道 路子走对了 自然是半功倍 你挺开窍的 林棉犹豫了几秒 起身追上我 颤抖道 顾影之我没想到你肯不寄钱先帮我 谢谢你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是个大好人 如果一只猎物学会了向不猎者感恩 那么他愚蠢的脑袋已经无药可救了 我从来没想过就赎他呀 28 沈英州完全信任了林棉的新生 我俩套走了他的车子存款 四七分账 沈英州依然认为 林棉是一个心思简单纯净 只是有点蠢笨的女人 可是就如林棉所说 同一套招数用久了 难免会露线 当沈英州去参加我室友的生日party 完全忘记林棉生日时 林棉的新生再一次响起 那个小姐姐不是芝芝的室友吗 芝芝告诉我她陪老教授睡觉 前段时间还打胎了 英州怎么和这种女人纠缠在一起 沈英州愣了几秒 忽然意识到这句话在哪听过 思绪慢慢串联起来 她转身 狠狠扇了林棉两巴掌 你心里想的什么 你再说一遍 是个女的你就造谣人家 你怎么不看看 你自己有多脏啊 被那么多人骑过 29 万万没想到 因为这句心声 两人爆发了激烈争吵 沈英州曾被我们玩得团团转 林棉像条疯狗似的对林棉拳打脚踢 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林棉觉得是个分手的好机会 去医院验了伤 打算找沈英州要一笔分手费断干净 她家里人把房子车子都卖了 攥紧这笔钱打算先去国外避避风头 可这次沈家不会放过她了 在她回学校办手续那天 沈家的律师已等候她许久了 沈家要以敲诈罪起诉她 这次沈英州根本不管她了 30 芝芝还不走吗 实验楼九点关门 保安已经在一层层锁门了 傍晚做完最后一组实验 室友催促快点离开 在大门口 我们撞见了等待许久的沈英州 她专门来接我 怕女孩子深夜走回东区宿舍楼不安全 顾迎知我能和你单独谈谈吗 看在 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 我们现在还算朋友吧 室友默契地先走了 沈英州脱下外套要披在我肩上 我快速拧开水杯泼她满脸 冰冷的水珠顺着她脸颊滚滚落 挂在她细细颤抖的睫毛上 目光里闪烁着哀伤与破碎 滚远点 我嫌你脏 沈英州花了两秒消化悲伤的情绪 苦笑着后退几步 好 那我站远一点说 这阵子我想了很多 我觉得林棉从头至尾都在骗我 她在用心声骗我你懂吗 我知道这很难解释 都怪林棉那个臭婊子 而我那么蠢我竟然信了 还因为她去伤害你 我真的该死 我面无表情打断她 你下一句该不会是问我能不能复合吧 你要点碧脸 沈英州狠狠晃了一下 孤单的影子在路灯下拉很长 满是凄凉 我还没那么贪心 我只想你再给我个机会 我们重新认识 从朋友开始 我把自己完完整整的介绍给你 我对你在没有秘密和背叛 在沈英州期待的目光下 我缓缓走向她 抬手把水杯里剩下的茶叶枸杞柠檬片 一股脑倒在她头上 教得她措手不及 一颗烂掉的心 就算切成片剁成末给我看 也是烂掉的 有什么区别 你不配和我做朋友 我朋友有很多 唯独没有垃圾 31 实验楼前进后出 要从外面绕一大圈 才能离开这片教学区 当我绕到大楼正门时 林棉的心声突然从里面传来 西统 求你允许我最后向沈英州道个歉吧 让我见他一面就好 我会自行了断 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求你别再逼我做任务了 我真想回到高三那天 如果那天我去上体育课就好了 就能错过英州向指指表白 我只想安安稳稳地高考读大学 过平凡的人生 我不该爱上沈英州 我死后 你让他忘了我吧 32 真是能赖的都让他赖完了 连系统粘上他都要背几口黑锅是吧 晦气 新生想过不久 我看见二楼走廊的灯亮了 紧接着某间教室的灯也亮了 林棉被靠在窗边 沈英州出现在了门口 这段渣男贱女的深情戏我并不想看 忍着恶心快不离开了 大约走出十分钟后 身后的夜空突然闪烁起火光 滚滚浓烟从实验楼的方向飘来 火灾警报随之响起 林棉如前世一样故意纵火 可这次他要报复的对象是沈英州 33 等我赶回实验楼 消防员已经将沈英州救出了 问他里面还有没有人 他一口咬定没有 恨得双目星红浑身颤抖 我想剧情应该和前世一模一样 也让他常常被人冤枉 被人害死的滋味吧 没有人 里面没有人 别救了 从火场退出的消防员重重拍了下沈英州脑壳 你怎么睁眼说瞎话 就你时里面有个女学生还在屋里 从窗户上能看见他头发 火势太大 消防员无法升云梯上去 只能在外围喷水 一片混乱中我再次听见了林棉的心声 还有人 有个保安去三楼了 救他 有没有人能听见我的心声 快去救救他吧 要命 谁知道他真话假话 他是不是又憋着坏 想拉几座电背呢 我没有说话 但云梯上的消防员真的发现幸存者 不久后就出了一名还有呼吸的保安 同时林棉也被人救了出来 他浑身上下都被烧焦了 皮开肉沾向一个融化的血人 如我前世那般凄惨 可他没有轻易死掉 老天像是为了报复他 要他活着面对这一切 自己承担后果 他的舌头竟然被人完整割掉了 不能说话 被抬出火场时 只剩一双眼睛直勾勾看着我 心声再一次想起 系统 我的心声救了一个保安 我诚心悔过了 大家会原谅我吗 34 不会吧 他不会以为这样就能变成善人吧 如果不是他故意纵火 保安也不会遭这一劫 他有什么好洗白的 而这一次 我终于听见了系统的声音 他的回答和我一样 你把人家当傻子是吗 谁能原谅你 你死不死啊 我怎么绑定了 你这么个玩意当宿主 晦气东西 你自生自灭吧 这句说完 我和沈英州 再也没听见林绵的心声响起 沈英州刚要大呼痛快 林绵颤抖着拿出手机 向大家播放了一段录音 英州你为什么要烧死我 好 我死掉没关系 你能原谅我就好 你一定好好活下去 沈英州刚刚翘起的嘴角 猝然僵住 愤怒如火山 喷发式的直冲脑海 气得他挥起拳头 猛冲了上去 你胡说八道 怎么还录音 明明是你纵火 你点的火 你这贱人 35 沈英州还活着 沈家自然不会让这盆脏水 扣到他头上 可临面常驻ICU 火场一片狼藉 调查取证起诉 有很长的流程要走 为了尽快证明清白 沈家人带着沈英州 频频拜访我家 希望我出面作证 满身伤痕的沈英州 麻木跪在我家大厅里 他爸妈第三下四 为我包橘子 嘴里面倒着好话 当提到青梅竹马四个字时 我爸从二楼泼下一整杯咖啡 给这家人彻底下了逐克令 叔叔阿姨真不是我不管 可我确实不在现场 什么都没看到啊 不过我觉得 林明是个脑子笨 但本性不坏的人 他玩手段耍心机 比不过英州的 会不会真的是英州纵火爱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36 沈家在施压 林明父母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彻底和沈家撕破脸 拿出了林明在产科手术后 留下的证据 控诉沈英州在许婉生日宴上 指使五个男人 对自己女儿做出伤害 双方狗咬狗闹得满城风雨 成了轰动A大 乃至全市的一桩奇闻 大二那年判决书才出来 沈英州最明成立被判了十年 听说许婉肚子里又怀了 沈家彻底放弃了 这个大儿子的前途 沈父告诉他在婚时自由恋爱 摆出许多证据给他 他仍然不信 在牢里疯疯癫癫的喊复仇 一会恨林明 一会恨我一会恨徐婉 全天下人都对不起他 三十七 林明捡回一条命 可是全身80%烧伤 直皮手术排了两三年 他还将面临纵火起诉 他家还要把吞的钱全都吐出来 活着倒不如直接咽气了 全专业组织为他捐款时 我跟着老师去探望过他一次 整个人瘦成皮包骨头 烧伤的地方却又溃烂肿胀 满屋都是臭味 他的舌头被割掉了 还没吸茶 也不能说话 只能用一双绝望的眼睛 紧紧盯着我 祈求哪个神仙能救他脱离苦海 林家人拿到这笔捐款如获之宝 哭着说贷款能还上了 差点给老师磕头 老师一脸为难地拦住了他 林明妈妈咱们一码归一码呀 捐款是孩子们先爱心 但不代表学校的意思 我这次来呢 也是代表校领导问问 法院判决书都写了林明全责 学校的损失 您打算什么时候赔偿 林明妈妈慌乱解释 我们再等孩子恢复了 做精神鉴定 他精神有点问题你知道吧 林明妈妈 林明高考成绩非常优秀 又加入了学生会社团 多么积极阳光向上的一个聪明孩子 突然变成精神病 这不太现实哈 林明妈妈突然愣住 半赏 胡乱捡起一个暖瓶躲了出去 连林明要换药都不管了 趁病房人都离开 我笑着凑近他说 我突然想到啊 你好几次要用十年寿命和系统 兑换一些东西 你是不是以为说出去的话 我笑着疼痛 眼角滚落两行悔恨泪水 我笑着替他盖好被子 转身离去 你曾经还谢谢我 我觉得挺好笑的 我可从来没真心帮过你 更没想过救赎你 一切都是你最好的报应